大家好,我是朱教授 今天很高兴和大家继续分享一下前面提到的一位粉丝他申请的专利 这位粉丝是梁先生,他不仅仅是聪明能干,有行动力 而且还非常的乐善好施 几天前他主动的联系我说 可以把他发明的这个果树的拌水培方案免费的分享给大家 这实在是粉丝的福利 咱们今天就来一起了解一下梁先生将cracker水培的原理 改良应用于果树栽培的方案 梁先生的联系方式我也会放在评论区 如果有感兴趣,想和梁先生合作的,可以主动联系他 梁先生设计的这个方案是拌水培 拌水培的意思就是一拌土培,一拌水培 原理示意图就是这个样子 正常的果树都是种在土里,对吧 我们可以在果树旁边挖一个洞 放上一个水培容器 把树根的一只引进这个水培容器 这样就实现了水培,土培,双重加持的半水培方案 同时也可以借用非常简单的物理法则 实现多棵果树的统一管理 稍加一些成本也可以实现自动检测水位 检测温度,检测PH值,检测EC值等等 无人职守式的大规模果原管理系统 这个就是梁先生在果园中实践的设备 这棵果树旁边挖了一个洞 里面就是实验中的水培装置 旁边还有太阳能供电的集成控制系统 能够实时监测水培箱中的各种参数 这个是观察水培容器内部的状况 可以看到被引进来的树根已经很好的适应了里边的环境 并且生长茂盛 这个半水培的方案里面有非常多非常精妙的设计 首先是它既能够让果树享受到土培的好处 又能享受到水培的好处 并且经两种方式的缺陷也有机的进行了互补 实现了1加1大于2的效果 例如果树一般都是大型植物 以前我给大家介绍的种植袋半水培方式 就不适合这种大型植物 因为很容易固定不住 重心不稳 但是在土培当中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因为土壤可以给植物提供一个非常稳固的抓地 另外土壤当中的微生物系统 比如说细菌、针菌、蚯蚓 它们都依然和果树进行着自然的互动 是非常自然的生长环境 而且果树依然可以使用传统的有机肥料 也可以接受自然降水 而加入这个水培洞 是等于在不打扰果树自然生长的情况下 额外的给树木提供了营养和水分 由于水培系统它是一个半封闭的完全可控的环境 水分、养分几乎不会流失浪费 我们知道传统的土培种植 大部分的水分、养分都消散在环境当中了 有效的利用力非常低 有研究发现水培相对于土耕 可节约用水95%以上 所以我们以前看到很多种树人、种地人 是求爷爷告奶奶 倾家荡产这个水也不够用 但是有了这套系统 哪怕外边是闹旱灾 咱们这套系统能保证一滴水一滴肥都不浪费 由于主要是使用水肥供应 我们也不用开钩施肥 也不用担心果树周围的野草之类的争夺营养 可以减少除草剂的使用 这又是一个大大的加分项 另外自动水阀系统可以让所有的水培洞都始终保持稳定的水位 加上集成控制系统 可以轻轻松松让一个人就能够远程管理整个果园 另一方面由于梁先生的设计 它是在地下的水培洞 因此它比常规的水培系统又多了一个好处 就是水培洞它可以接受大地内部的保护 冬暖夏凉 比如大部分地区的户外冬天肯定是要结冰的 但是在水培洞当中它有地暖效应 温度是比地表要高的 最后随着果树的生长 如果您感觉一个水培洞的营养跟不上 那可以扩展多个水培洞 这是很简单的成本非常低 有别于水培蔬菜 水培果树可以一次设置好 管用好几年甚至几十年 水培加土培有了双倍的容错率 双倍的收益 极低的人工成本 极低的水肥料的成本 同时又克服了纯水培 纯土培的各自缺陷 双贱合璧天下无敌 有了这个方案 很多缺水的地方 也可以大规模的低成本种树了 之前由于缺水而导致树林大片死亡的惨剧 也许就会少很多了 快速氯化 改善地球环境 也许不是一个梦 当然了 这套方案还是有很多挑战的 比如随着树木的生长 水培洞里的树根会不会长得太多 充满了 比如冬天会不会冻结呢 但我相信都会有解决方案 方法总比问题多 怎么样 有没有心动 这套方案已经有非常成熟的集成控制系统 如果想和梁先生合作 请看评论区的联系方式 这期视频呢 也是梁先生的法布师 希望能够启发更多的观众 扩展快克水培的应用场景 希望有缘人能够用这些技术方案挣到钱 或者是自己用来修身遗情 更好的种花 种菜 种树 如果您也有很好的方案和想法 欢迎联系朱教授 请您关注 转发 评论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